我家女儿 我家女儿 癌末丹妈强忍疼痛 与满周岁的小儿子一起抓周 把握与孩子相处时光 场面令人动容 原住民小乔黎埃末期 独自抚养三名小孩 其中最小的一位由社会局委托安置 处境堪怜 圆容行善团得知后 再带群组发起爱心募款 不到一小时就达标 募到了17万一千元 捐赠当天 虽然小乔身体不是紧急送院 但能透过赖表达感恩 上个礼拜的时候 就是孩子也满周岁 然后我们就想说在 刚好也七夕情人节的时候 也让我们木子可以有团员的机会 然后也当天安排的会面 还有就是抓周的部分 对那也在会面跟抓周的过程中 知道妈妈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困难 然后也才美合到了 圆容行善团的帮忙 然后提供家里面的一些经济开销 跟后续的医疗协助 我们圆容行善团 就是即使 行善 再短短半个小时 我们就达标了 现在总共 捐赠的金额是 17万一千元 社会局副局长许秀能表示 圆容行善团长期行善救人 而且会透过社会局 或里长等媒合协助 可说是一群热心公益的活菩萨 针对这个歌来讲 我们在政府的部分 我们事务这边 也给他合列地收入 给这些三个小朋友 也有给弱势的家务的生活补助 那也给他一些医疗补助 但是毕竟政府的力量还是有限 所以要感谢我们圆容行善团 及时再给他们帮忙 让他们可以度过难关 卢桌社福中心指出 小桥的医疗费虽有健保支付 但仍有三个孩子需要抚养 中心社工人会持续追踪关怀 以随时提供必要的协助 记者如同采访报导